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在画面看到这种零食 在香港你能看到吗? 当然不止在香港 其实已经流落到海外 台湾 当然这种零食来自中国大陆 看包装都知道 首先先指声明 我近日也有留意到这个新闻 自己的小朋友也有接触过这种零食 我已经说明了 我不会让我小朋友吃这类的零食 在这里我不想只是说自己的立场 科学新知的节目 我当然希望分享自己的一些探索 我自己本身就说明我不是营养师 我本身就纯粹凭着我自己对一些科学的认识 尝试去 知道有条路 怎样去找一些可靠的资料 来帮自己去做决定 分享一下小小自己的见物 这个刺激到我去看 最近就算在台湾 也有些消息间揭流出来 突然间小朋友就流行吃这种零食 听名叫魔护爽 香辣素无肚 应该就当然不会有真正的肉类的成份 而实际上这些东西,为什么我自己又不会主张小朋友吃 甚至乎我不要说只是小朋友 大人我都不吃 我自己从来碰都不碰这类的零食 其他零食我会碰很多 但我觉得这一个特别有一个问题 在我找的过程,就是找资料过程 我当然了,看回它背后写的成份是什么 它的成份里面有些什么,我又尝试去查 当然就是大家可能说 微精很重啊,盐份很重啊 这个固自然有这个问题 但是看到它那个所谓的主要的成份的时候 似乎里面我又看到 多一些其他的心得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问我,这些东西我是不是完全没吃过 我又不是 我自己也试过一下那个味道 很惹味的 比较重口味 如果你说比较我自己小时候吃的零食 它甚至乎这个味道更加重 但是你说如果那种被人无益 那种口粒湿的感觉 我们自己小时候是不是也有吃过这类似的东西呢 那不是这种东西 但是可能那种你心里面觉得无益的程度也是不相伯仲 那究竟现在我们眼前看到这种这样的魔狐爽的零食 是不是只不过是重复我们小时候吃口垃圾的过程呢 或者是它里面其实有些东西我心里面真的发觉到 是真的更加无益的呢 那这里其实我觉得值得去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我首先尝试抛开一下 不要理这种这样的零食是由谁去做呢 真是由那个科学成分去论断的话 我又没有理由去找得出这种东西 其实吃不吃得过 安不安全 会不会甚至乎比起我们固有的零食 已经是更加升了grade 讲的升grade不是说更加有益 是会不会是更加升grade地无益呢 这个就是我自己想探讨的一个问题 好了,先进入正题 如果呢,你将这一个这样的就是这些魔护爽 就是隔壁的小面根 都真的有豆的成分 面根 OK 如果说魔护爽的问题会大一点 你看它的成分其中有讲到一样东西 就是它的所谓的叫做魔护 我们在早十几二十年接触这些举药的魔护 很多时候是以一种健康食品的姿态走出来的 就说它是零卡路里 零卡路里的意思不是说代表着呢 它本身里面是完全没有能量在那儿 只不过它那种醉合物 那种糖分醉合的形式呢 是我们身体的酵素消化不了 所以呢,你吃那些这样的举药呢 可能是第二个细菌吃 第二个物种食 它有那种酵素的消化度 它可以将它里面的能量转化成为自己的养分 来获取体力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譬如兔仔 兔仔它是有能力 它自己的消化系统 是有能力是将那些这样的 一些比较有渣的 有那些粗纤维的那些这样的蔬菜呢 是消化到的 将它可以变成为糖分自己吸收 那所以就跟小朋友说 你看到那些兔仔呢 是会吃回自己萝卜出来的东西 原因是因为它经过第一次消化之后 那些粗纤维它就可以能够将它拆解 变成成糖分的东西 对于兔仔来说 它就会吃回它 又可以拿回那些能量 听起来就很吐心 我们人类做不到这样的了 OK 这些这样的魔狐它本身有能量 但是我们自己身体没有酵素去消化 但是如果说这种魔狐爽 你就不能把它直接和魔狐画上一个等号 因为它是属于一些更加精济过的 一些由魔狐拿出来的成分 这些这样的叫做精济过的魔狐 里面其中一种比较主要的成分叫做蒲金露罪堂 这个名字就听一下就这样就算了 它这种成分是由本身的魔狐那里再精济出来提炼出来 它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是挺好用的 比如说有人去拿了一些猪的下篮 去做一个午餐肉出来 我想这个午餐肉吃出来的口感是好一点 不要一坨一坨 虎壮的 吃起来有点咬口 比较是弹性一点 其中最好的方法就是加这些精济过的蒲金露罪堂 这样的东西 它吃起来的口感会是好 但是代价是什么呢 它那个蒲金露罪堂 它就不是一些你身体拆解不到的 你身体也拆解到 而拆解了之后那种形式是比较像脂肪 就是说这种东西 你可不可以说它是一种高签低脂的食物呢 同样是有魔户两个字 但是这种呢 就要 即是有个警号在这里 就不一定是 它本身的成份呢 它是由一些叫做 由魔户提炼出来精济过的 变成是一些叫做食品添加剂的东西 再将这些食品添加剂 做成一个有形状的东西 再在上面 它没有味道的 所以你就要加些味道 去腌制它 那就是说整件东西 对于我来说 我就会觉得是 它是一样人工食品 它是真的全部所有的成分 都是一些精济过的成分 由它本身下的味精 它本身下的那些其他的调味料 有些是人工合成 有些都可能是天然成分 如果它是辣椒的话 OK 另外它本身叫做 构成素毛肚的那种精济魔户 那种蒲金露醉堂 又是一些其实是 一些叫做超加工的一些这样的食品 稍后我就尝试去拆解一下 什么叫做超加工的这样的东西 那整件东西本身呢 你想想一下 如果你是吃隔离的小面羹 你都知道 本身的质底就是面羹 面羹就是从豆类的东西出来 再有一些可能是面粉的成分 然后再炸过再加一些调料上去 比如这些叫做小面羹 辣条 本身最起码大部分应该有豆类成分 魔户爽呢 他就很有趣了 他本身那个精济的魔户来自魔户 但是魔户自己本身也是 他经历了几度提炼出来的一些东西 最后那个精济魔户的成分 他不是拿来给人做主食的 他是拿来给人做添加剂 他将一个添加剂整成有实际形体的东西 再找东西叶一叶出来给人吃 OK 而最后出来的结果你是拆解到分散到 而是出来是 是一个高脂肪的一个这样的姿态出现 所以整件事你会发觉 他不是 高纤低脂之余 他还要是高脂 主要是高 这个的微晶 和高这个的 就是纳的成分 那么 听起来好像挺危险 那么当然了 相比你旁边的小面根 他起码有一些叫天然豆的成分 去製了一个面根出来 那么所以呢 如下来 他危不危险 就看他那个精济的过程里面 是下什么调味料 那么就决定了 如果一路都是大家都那么重 下味精 甚至乎下很多盐在这里的时候 其实也都不是很适合去多吃 那么就是这些 就是昨天提到的叫做 就是ultra process 一些是好 就是超处理过超制作的这些食物 那么其实这个这样的字眼 不是我作出来的 是真真正正人地读 就是食品营养的人 他们去对于我们现在眼前见到的食品 一些的分类 那么在画面上 你就见到 就是我都是抽了其中一个 在网上找到的图 去很粗略地和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就知道 这些是第一组group one 就是在画面的左手边那些 完全是没有怎么去精济过 或者只是很 很少量地去洗过一下 那么这些就是 叫做最 最少处理过的那些食物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些新鲜东西 OK 你的蔬菜种完出来就是洗一下 那就吃 甚至乎炒都不炒 沙律这样吃 哦,这些就叫做 基本上是没有处理过 或者是极低度处理过的食物 牛奶 OK 如果新鲜的 牛肉折出来立刻喝 最新鲜 OK 但可能做过最基本的巴斯德消毒 那就是一个叫minimally process 做一个稍微很轻微的处理 纯粹烧毒 抑制一些有害菌的生长 那就都属于这些第一组 在第二组这些就专与其他的成分 对于 蜜糖 牛油 盐 这些可能属于调味,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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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你也要把橄欖拿出油,都是一些处理过的成分 盐也是,你要曬盐 或者中间的过程,你尝试把有害的元素拿走 这些都是处理过的其他作料的成分 我们也会吃不少的,尤其是比较古代的人 就不是更加吃得多这些东西 去到好了,process the food 开始比较由古代到现代 有些你发觉古代的人都懂得做的,这些食物处理方法 为了去保存食物,他们就要做一些处理 让那些走出来 或者我种那些农作物,再将它和粉,发酵,制成为面包等等 或者是那个鱼,我想它比较耐用 我用盐腌一腌去,腌了个咸鱼 有一些就是处理过的食物 我甚至有一些叫做做做成小腸 或者将牛奶我再将它发酵,变成乳酪或者芝士 这就是一些处理过的成分 好了,去到第四组 现在你看到我头壳顶上面写 即是画面头,我的头壳顶上面的第四组画面右手 叫做这个超处理过的食物 那这个又要小心了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看到的口粒塑 都是属于这些超处理的食物 那就不要误会,是不是一定超处理食物就没有益呢 其实我也会介绍一下 其实有很多一些超处理的食物是可以很有益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口粒塑的东西 都是属于超处理的东西 就是说是超处理的东西,它未必是没有益 但是没有益的东西多数都是超处理的 这些ultra processed foods 就是这样的 例子是有什么呢 雪糕可以其中一个例子 我们将它的奶混合其他东西之后 都未能吃的,要再把它冰一冰 或者再加一些调味料稳定剂 于是乎成为一个零食,超处理食物 薯条也是 薯仔我们不吃它,我把它切完再炸 再要洒一些盐调味 而是超处理的东西 就是你发觉听出来的步骤是多几个的 汉堡,即是汉堡那块肉 新鲜的你不吃,把它变完再煎 然后再调味,这样才来吃 如果说到薯片,你会想到 经历了好几个步骤 最后才去吃的,就是超处理食物 很多时候是好吃,口粒塑,而且很耐放 因为你放了多添加剂 味重,炎热,令到它不容易坏 另外就是放防腐剂 另外就是想它更好吃,放味精等等 所以那些零食,汽水,炸东西,脆脆脆 很多时候就是超处理食物 如果回到刚才的例子 小面羹魔狐塑 大家懂得把它放在哪一类里? 一定是第四类 就是超处理食物 有些营养师不是分四类,分三类 但是你也知道,这些零食 尤其是魔狐塑,属于第四类 在我心目中 我甚至觉得它是超越第四类 如果有一种叫做ultra process food 我觉得魔狐塑应该放在那裡 为什么呢? 你看看这些超处理食物 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个基本 最基础的成分 你说雪糕 最基本你需要有牛奶 也是有一个基本的天然成分 你说薯片 它是一个薯仔的基本天然成分 来自那裡 但是如果你说到 魔狐塑,它那个魔狐 它又不是真的那些魔狐 它是精製过的 所以它本身已经是添加剂 由添加剂再做出来的东西 基本上整个成分去扣出来 就是由那些调味料添加剂 做出来的人工食品 所以我又觉得 我不知道有没有 熟悉这些营养学的人 都会有一些讨论 会不会有些需要再有高层次的分类 随着我们的食品制作工艺变化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新发明 这些分类够不够呢? 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透过一些分类 就是叫做帮我们知道 哪些东西有益无益 但是就算 刚才都说了 这些超处理食物 有一些可以很有益 举一个例 蠟豆 和乳酪 比如蠟豆本身的豆 我们种了出来我们不会生吃 我们将它 又要制一制 发酵 然后最后都会有少少的调味 其实都符合超处理的定义 另外那些乳酪也是 有些我们会加一些水果 也有少少的 发酵的过程 但是这些呢 你发觉由原本天然成分 做一个比较天然发酵 制出来的东西 你会发觉 我们是会有机会 找到一些有益的东西 但是同时间 如果是经历了一个比较工业化 就是一个是后来 因为有工业化制度 才能够产生到一些新派的食品 大家就要小心一点 在这里我自己也再重申 如果对于我们先前看过这些食品 我会觉得是一种新发明来的